这个茶里面是有什么玄机 这个菊花还有枸杞 枸杞做明物啊 还有菊花做橡皮啊 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平常养生 因为我们平常就拍戏拍得很晚嘛 所以身体不是很好啊 是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保养自己 枸杞菊花茶呀 说是慢的法宝啊 熬夜劳累过后就整一整 它是把这杯茶当成满血复活茶了吧 请到这儿 转电汉先行微信群里边 有位朋友可是日月日日 想给我岸人也整一壶 他是个警察 就是总熬夜没办法 工作太忙了 眼瞅着他因为熬夜体制 没有原来好了 我也跟着上火 一看这茶觉得挺好 哪天给他整点 好让他劳累过后能满血复活呀 熬夜劳累啊 用什么枸杞菊花茶 这就真的是满血复活茶吗 枸杞菊花茶呀 这也是我们大众呢 点击率比较高的一个饮品 它是很好的东西 什么好呢 如果要是干须 头云眼花呢 用这个可以 那你说这人由于满黑熬夜 导致的头云眼花 我的建议第一 不满黑熬夜 第二 没有办法了 事赶到这了 必须得满黑熬夜了 枸杞菊花茶也得因银而异 你得看你是什么样的体质 你这个满黑熬夜 你劳累到哪个地方 那我们联系一下强强妈妈啊 看看她的爱人适不适合呢 这位朋友你好 主持人好 谷老师好 这位朋友你好 您之前说 您爱人呢 总是频繁熬夜是吧 对 他是警察工作忙 不熬夜不现实啊 那我想问一问 他熬夜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体脂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对 最明显的就是胃肠功能 他以前吃麻麻香 现在不行了 好几次我都看见他 胃疼得直冒汗 以前虽然吃雪糕都不敢碰了 现在上班都得带着保温壶了 那这种情况啊 我感觉啊 咱们刚才说的那种满血复合茶呀 不适合 您的意思是说枸杞菊花茶 不适合他的爱人呗 您看他爱人症状 熬夜疲劳 吃点枸杞不正好补一补 那你没看看他下半段他说的 肚子怕凉啊 吃点凉的就肚子疼啊 甚至于又跑都拉稀的了 这种脾胃虚寒的人呢 那要用了枸杞菊花茶 那是雪上加霜的 直播间的朋友要问了 说这个脾胃问题不都是吃出来的吗 怎么会跟熬夜呀 还有这个劳累有关呢 脾胃虚寒呢 可能是一个体质生来就有的 遗传上脾胃功能就不太好 平时吃饭可能很注意 没有引发脾胃虚寒 但是经常劳累 一劳累的话 其实五丈六腑都在工作都在很辛苦 那这个时候就看谁最不好 谁最容易发病 脾胃虚寒的人是不能用这个枸杞菊花茶的吗 菊花是良性的 枸杞是资逆的 那这两个脾胃虚寒都怕呀 脾胃虚寒主要是什么呢 脾胃寒食内肾 脾胃寒食内肾得需要用健脾的方法 去湿的方法 如果要再有寒的话呢 还得用一个温理散寒的办法 而去湿就怕你腻住 枸杞不适合 有脾胃虚寒就怕凉 你菊花是良性的药物 更不适合 这恰恰是最不好的东西给它用上 对 中医很好 但用起来比较麻烦 其实就是辩证 没弄好的话就麻烦 其实辩证要弄好了 一点也不麻烦 枸杞菊花茶呀 不适合这位胃中有寒的这样的朋友